听众朋友们,大家都知道,我们学佛要有一个方便法门。 方便法门是什么呢?就是没有束缚的一个法门。 就是说不要让别人觉得学佛很累,很辛苦。 比方说过去我们进入很多的一些宗教场所,进去之后你就觉得非常的有一种压抑。 也就是说经常会觉得,哎呀,这个要当心,那个要注意。 实际上这种束缚是在身体上的,让你感受到,哎呀,一下子不能接受。 实际上在佛经上经常讲,如果你能解比负, 也就是说你能够解掉自己的束缚,啊,这个呢,就是四有四处,也就是说, 思就是你的意思,啊,你是因为有道理的。 所以呢,如果你是菩萨心,你不应该生起束缚的心,啊, 其实我们学佛人,就是不应该让自己经常有束缚的感觉,啊, 因为我们呢, 学佛, 是佛,他就不应该有束缚感。 束缚自己有两种, 一种是身体,还有一种是智慧上的。 所以很多人很有智慧,但是他做不到, 他不能去按照自己的智慧去做, 在人间做很多事情,啊, 而且呢,他不能做到方便的,啊, 去会解,会是什么,智慧的解脱。 所以很多人呢,碰到灾难,碰到麻烦,碰到一些痛苦的时候, 别人劝他,你想开一点,想通一点。 他总是说,我没有办法想通, 我想不通,啊, 我没有办法解脱, 因为我不能脱离自己的束缚。 实际上,因为你的心, 还没有真正的解脱, 因为你还有贪嗔痴, 所以还有猪等烦恼。 啊,所以, 这个没有真正的看到你道德的本性存在。 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做任何事情,啊, 一定要懂, 我们心中要去除贪嗔痴慢疑, 烦恼, 而呢,让自己的心中呢, 产生智慧, 因为你去除了, 啊,或者你少一点贪嗔痴了, 你的心中就会有方便的法门出来, 因为你就会有智慧。 所以呢, 这就, 叫做会有智慧方便解, 啊, 这个有会方便解, 就是有智慧的方便, 来解脱自己的心中的无名烦恼。 所以一个人看见很多不开心的事情, 要自己来调伏自己, 啊, 让自己不感觉到疲倦, 就是一看见自己身上有毛病了, 要骂人了, 马上, 哎呦, 我怎么可以骂人, 要不能疲倦, 所以在经文上面很多, 啊, 这个经文上就说了, 人要, 要管住自己的心啊, 调伏其心啊, 啊, 要, 要调伏其心啊, 就是, 就是如果你调伏不住自己的其心啊, 你可能啊, 那就是愚人法, 你就是愚人了, 就是没有智慧的人, 如果你能调伏住自己的心, 你就是生文法, 也就是说你已经到了, 生文到了, 也就是说我们说脱离六道了, 所以很多人碰到人间的苦难, 他脱不出身, 啊, 实际上他已经是有病了, 啊, 所以我们在人间, 有时候为了一点名, 为了一点利益, 我们不知疲倦的不停的去赚钱, 不知疲倦的, 让自己的身心受到很大的痛苦, 为了一点钱, 实际上这样的话, 你生不离病啊, 啊, 你病不离生啊, 是病是生啊, 因为你的病就是你的身体, 你的身体一看就是有病了, 所以你就会非心非故, 什么意思, 永远不能重新在人生当中有个新的生活, 举个简单的例子, 有的人打了一辈子苦工, 啊, 打了一辈子苦工, 他永远不能脱离他这个苦字, 他为了赚一点钱, 他的命就在这么滴滴答答的, 每分每秒当中, 它消失了, 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定要调伏自己的心, 一定不能让自己今生, 今世, 啊, 有污形, 污形什么, 污染的行为和, 啊, 这个, 我们的语言呢, 这个所有的行, 啊, 也就是说, 包括你的语言呢, 思维啊, 还有你的那个这个行为了, 啊, 所以, 其实今门菩萨让我们真的要注意涅槃, 不永灭度, 就是说, 我们要永远开悟, 而不能才不会永远的灭度, 我们才不会的让自己啊, 那这个永远不会在人间消失自我, 啊, 啊, 所以在智慧当中生活, 这个人就是非贤, 啊, 即圣, 不是, 啊, 贤惠就是圣人, 所以, 我们是菩萨的话, 我们就要懂得降服自己心中的魔性, 啊, 就是永远不要去, 啊, 让自己心中着魔, 要修行, 啊, 这个菩萨行, 升起六波罗蜜, 啊, 就是智慧, 智慧之行, 所以呢, 要懂得, 啊, 度众生, 在度众生, 度别人当中, 你就会, 啊, 具体的在你的身上会行这个流波罗蜜, 那就是说我们说精进啊, 忍辱啊, 所以这些忍辱啊, 精进啊, 像这些流波罗蜜, 你都是在生活当中需要做的, 一个人必须要精进行, 必须要有智慧, 啊, 不管怎么样要, 啊, 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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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能够懂得自己, 啊, 要有智慧行, 啊, 要行霸正道, 啊, 所以要究竟圆满, 究竟圆满是什么, 就是一定要修就修到底, 而且修心就要修到圆满处, 就是要彻底让自己圆满, 不能有一点点, 啊, 遗漏, 就像很多人做一点好事, 要带一点坏事, 帮助别人总是要赚人家点便宜, 啊, 这种就叫有漏, 所以我们学佛, 要学到不生不灭, 啊, 也就是说不生, 这种不好的杂念, 所以你也用不着去灭度它, 我们不生不灭, 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存在, 我们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, 所以你看我们说, 我们的佛陀, 啊, 给我们人间带来的这个佛法, 它是不生不灭的, 因为他没有, 所以佛法为什么说, 说了这么多年佛法, 为什么说像没说过一样, 佛陀当年把他的弟子问他, 他这个没有灭度, 他也不会生出, 实际上他已经在做, 就像我们做好事, 很多人做了好事, 说我没做什么好事, 实际上他做了吗, 做了, 他没有必要他去, 啊, 还要说, 因为我做出来的好事, 我没有在乎自己是做好事, 不做好事, 所以我, 我不会灭度, 如果你说我今天非常的, 啊, 对某一件事情特别的, 斤斤计较, 我想对你好之后, 我想, 啊, 让你对我好, 那你就会等, 你这个心就不会灭掉, 啊, 因为我对你好过了, 我生出这个心, 我就想等到你来回报我, 那么就, 啊, 你就会慢慢的慢慢的, 就是, 啊, 有生灭感, 所以, 我们说, 学佛, 啊, 要, 不管怎么样, 啊, 不要去执着求佛, 真的修行修得好的人, 不执着地去求佛, 也不执着地求法, 也不执着, 啊, 这个, 在苦中求, 在乐中求, 啊, 为什么呢, 因为真正修得好的, 他是懂得, 啊, 人的一切都是缘分,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因果, 啊, 其实我要修学佛法, 实际上我就是找, 找这条路, 并非要解决人间的问题, 真的就, 境界的就高了, 因为当你完全脱离了人间的苦恼, 你放下了, 你在寻找一种, 能够解脱烦恼的路的时候, 实际上你没有生灭, 因为你放下, 你不苦了, 当然也不会恼怒了, 所以法名叫无然, 也就是说, 我没有求法, 我也没有求任何事情, 实际上我的心就是无然, 没有污染, 你们想一想, 一个人如果精神上有污染的话, 他实际上他也是一种欲望, 他也很苦, 所以为什么苦的当中有一句叫求不得苦呢, 因为你求不到了, 你也苦啊, 啊, 所以希望大家在学佛当中要慢慢懂得, 啊, 无求为上, 不求为上, 啊, 一求, 啊, 我们说欲求, 欲望的欲, 欲求为下, 你用欲望来求, 心中非福田, 没有福报, 没有福田种下, 只有为众生, 你心中才会拥有福田, 就是会得到福的回报, 用现在话讲, 我越不求, 我越有, 你越要求, 越得不到, 所以希望大家在佛法当中领悟深奥的人生哲理, 报道路编球迫, 那么回试就会 под乐回嗯, 我们想要求婚家拥有福田习, 没有啊, 终于不吓, 你们这次看回报, 我们接近了这个희来, 我们应该快乐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